DFC氛圍 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然後這四個步驟都需要經過很大的思考 然後去想像出來 我覺得這個活動就是很特別 因為是用小朋友來做 團結合作為有學到 知識為有學到 但是我學到宣傳的方法 你說宣傳環保的方法 對 它用小力量可以改變很大的事情 在你的片子中裡面 你有沒有最開始的指控 換我分享的是什麼 因為從一開始還沒有訂好題目 然後還在那邊吵架題目到底要訂什麼 到中間沒辦法排桌椅 然後快要瘋掉了 到現在已經可以發表了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DFC這個活動就是讓我們 有問題的時候不一定要去依賴別人 可以自己想辦法把它解決 做完的感覺是非常細分又非常的期待 就是覺得討論的時候很有趣 然後想要再做一次 假如說沒有老師的幫助 沒有其他同學一起合作的話 其實這靠總部署主任的幫助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活動不見得完成的樣子 就是會討論用YES END的方法 就是會說 對啊 那我們還可以去做什麼 只是我們去再加他的想法 然後原本我們的想法都是會說no buts 就是說對不行啊 因為怎樣怎樣 絕對不可以怎樣 所以我們要訓練用YES END 對 就是發揮想像力 然後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嗯 對 就是因為從最前面我們根本不知道DFC是什麼 然後做到一半之後 有時候會有點想半途而廢 可是到時候到最後我們做到了這個地步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終於可以做完它 而且可以讓大家紓壓了 做完之後會很有成就感 然後還可以幫助就是其他人 跟同學互相幫忙 這個活動就真的很特別 因為一般我有參加過很多活動 都是大人啊 什麼人主辦的 很少都是小孩子 小孩子通常都會參加活動而已 沒有要去主辦 所以覺得這個很特別 喜歡 我以前講話其實非常的不流暢之類的 但我後來經過這些事件 或者是一些目標之後 我才變成講得比較好 參加這次活動後就比較善於表達 以後我們也想要用我們的自己的小小力量 去幫助更多的人 雖然說在過程中也會想要放棄 可是還是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然後會繼續努力 然後把它做好 然後做好就很爽 自己堅持做到就是自己可以 就是自己做到自己想要完成的東西 就是堅持繼續做到我可以我做得到 就是YES I CA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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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